各位同學好 範例二呢 我們用到的一個概念就是 從直星看 從直星看兩個物體 的距離 是跟直量成反比 也就是上一則 有一則影片所提到的 X1C比上X2C 就會等於 N2比N1 這樣子 那今天就會用到這個概念 今天呢我們的 炮彈 在最高點的時候爆裂 然後爆裂之後呢 同時落到地面 同時落到地面 那意思是說啊 其實整個過程 整個過程 所受的外力其實也就是有重力 我們可以把它看成一個點 把它看成一個點的時候 比如說 在爆炸的瞬間 在爆炸的瞬間呢 它其實有受到重力 W1 W1 W2 W2 那除了受到重力以外 還有受到 推力 2對1 以及1對2 可是如果我們把它 全部視為一個點 視為一個點 以後 我們就發現 其實 它所受的力 就只剩重力 因為 因為 視為一個點的時候 F 2 對1 跟 F 1 對2 在這個時候是消掉的 所以事實上 整個過程中 整個過程中 不管是它有沒有爆裂 整個過程中 所受的外力 都只有重力 那這樣的話 就是 進行一個 拋物線運動 所以我們底下畫的這一個 藍色線條 它其實就是一個拋物線運動 而這一個線條所走的 軌跡 其實就是 直心的軌跡 其實就是 直心的軌跡 因為我們就是把它看成一個點了 把它看成一個點了 所以 這個軌跡 其實就是直心的軌跡 也就是說 今天直心 就會進行 拋物線運動 那我們只要找到直心的位置 那題目有告訴我們說 其中一個碎片 是在150公尺 那如果我們知道直心的位置 我們就可以找出 150公尺 到直心位置 是多少 這就是我們上面所寫的 X1 X2C X2C 這一段 這一段就是我們的 X2C 那另外一段就是我們的 X1C 題目想要求的是 小碎片的落地點 但我們可以先算 大碎片到直心的距離 那因為 大碎片到直心的距離 比上小碎片到直心的距離 會跟直量成反比 會跟直量成反比 所以 就可以算出小碎片的落地距離 落地位置了 所以首先呢 我們先算 直心的落地點 這寫錯字了 應該是算 而不是直 那直心的落地點怎麼算呢 這個是我們的上一本 上一本的第三章 拋體運動 需要算的 拋體運動的時間 會是兩倍的最高點 兩倍的達最高點時間 這裡複習一下 達最高點時間 會跟你的初速度的 千值分量有關 你的V0Y越大 那你就會花越多的時間到最高點 而上到最高點再下來 時間是兩倍 所以 大T就會是 2V0Y 去除以G 這是飛行時間 那麼 我們要算它的 水平拋射距離 水平射程 水平射程就會是 水平方向是等速運動 然後去乘上 經過的時間 大T 所以結果 綜合起來是 2V0X V0Y 去除以G 這就是 斜向拋射的 水平射程 那水平射程 就可以算出直心的落地點 因為直心就是進行一個 拋體運動 所以我們把數字帶進來 2V0 V0Cons 現在 V0X就是V0Cons 今天拋射角是 37度 這個畫的有點 不是37 我們重來 今天拋射角是37 那速度是50 那它的水平方向的分量 就是 50 乘上 5分之4 所以是40 那它的千值方向的分量呢 則是 50乘上5分之3 就是30 所以這裡乘起來就會是 2乘上50 2乘上40 再乘上30 再去除以10 結果是 240 好 所以水平射程 直心落點是240 這樣子 其實答案就忽自於除了 根據我們剛剛 上者影片所提到的 從直心看量物距離 與直樣成反比 那現在 X2C 就是240 所以我們就 把它筆記寫出來 所以這個 X2C是 不對 這不是240 應該是 240-150 240-150 才會是X2C 要看這張圖 所以X2C是 95 然後N2比N1 是2比1 我這裡好像寫倒反 這裡寫倒反 跟上面的等式不太一樣 修正一下 這應該是X1C X2C X2C 那X2C才是90 所以這麼一欄 你就可以知道 X1C其實就是 180 那它的所求就會是 從直心的落點 240 再加上180 再加上180 所以結果是420 那同學可能會好奇說 我怎麼會知道 我怎麼會知道 誰是X1C 誰是X2C 其實也是要跟 之前的那種影片有關 大碎片 大碎片落地點 應該會 應該會離直心比較近 所以我把大碎片 所以我把大碎片叫做2號 然後小碎片叫做1號 這樣子 因為題目說 在最高點時爆裂 然後質量是1比2 那我就在這裡 我就把它視為是 N1比N2 那N2是大碎片 那N1是小碎片 這樣子 所以說N2是150 那N1就會是 我們算出來的 在420公尺處